MING PAO CANADA 上星期公佈了暗黑大將軍的安排 原來不是超合金 也不是GX76 也不是跟惡魔人一樣是SHF那條拉的安排 原來是放在一條Figure Zero系列的出品 這系列Bandai是一些Fixed Pose的Figure 就不能動的 頂多讓你換一下轉一下Pose 轉一下造型 One Piece在這條拉就出了很多角色 造工是挺漂亮的 但是多數都是插水收場 散貨長見那些 那這隻東西開價700多元 雲限 最大問題也不是價錢 最大問題呢 而是它的造型太過瘦削 就都不是很跟卡通片動畫裡面 片集裡面那隻又大隻 又有霸氣暗黑大將軍 又很大出入 看來它也是等它特價啦 看看會不會在散貨場見到它 或者店舖299那些價錢 才考慮去買 但是如果大家想找一隻暗黑大將軍 去坐陣在家裡 放在Display櫃呢 那暫時呢 都是沒什麼選擇的啦 都是找回之前新世紀合金那隻 就是上個禮拜我拍出來給大家看那隻 那如果幸好又撿到一隻 那千多元 千鬆點元 就找到 就是插了八成合金制 非常之重手 很有手感 但是最大問題 雖在它的膠料是非常之差 頭啊 胸口啊 手掌啊 斗篷啊 那些呢 都是出油的 即是 那些膠出油啊 那如果買回去 大家要想想怎樣搞搞它 清洗一下啦 另外還有一件重大公佈 就是Arcadia這間公司 就復刻了 Yamato 超時空號 SDF1 終於呢 就公佈會出這個限定的夜光版本啦 和之前公佈的普通式呢 就足足貴了成2000元 都幾拿來的 但是大家想想 如果拿回家 開了盒 那些燈子 拿著杯威士忌 聽著范島真 你唱這可有的喜愛 那他欣賞這隻夜光燈火版的超小號呢 那真的挺有feel的 那你那2000元 突然多了那2000元 就覺得都值的 是不是 那真心教 各位呢 就非常之看好啦 夾起來呢 現在正 現在勁訂了四隻 總理好像佔了兩隻 跑腿總理 而現在教主呢 他突然之間呢 就在褲袋裡 含那間菜檔的東西出來呢 訂就會便宜一點點 回來好像都還會便宜一點點 那四雅明呢 當然O咀啦 殺過他一個操手不及啦 那至於你問我值不值成四千多元呢 那我覺得如果大家很喜歡 那就訂吧 反正超小號 產品是少的 還有那時候這隻東西都炒得很貴 是不是 那但是自用了OK 但是你說 如果要買來投資就 敏敏的啦 四千多元 是不是 成本太高了 有愛的人都馬上訂了先 日後會不會再有人 給多五千五百元至一千元以上 去炒價入呢 真是都成問題 那好 今個星期就說到這裡 下星期見 拜拜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是四雅明向大家推薦網購回來的物品 我近期就留意到 就是這隻的GX49 就是超合金雲的GX49 神之拳的超合金雲 是比較多人找 那雖然他現在的市場價錢 都不是太高 那但是呢 我覺得長遠來說 這件東西是比較好玩的 那如果好玩的東西 質素又不差的話 我自己覺得會中長期來說 那個 投資價值會比較高的 那他主要就是 那個萬能盒 可以變身成為神之手 那樣的東西 所以他這件玩具 可玩性相當之高 那你說很大的缺點就沒有什麼 唯一就是他會比其他 比如說GX07的萬能盒 會輕輕一點點 那現在我買這件回來 那個價值大概是一萬日圓左右 一萬日圓你連運回來 就七百元頭 那七百元頭來講 那現在二手呢 那盒子正一點 大概你可以放到八百五至九百元左右 那最緊要就是 那個買回來的時候 你看看那件玩具的質素 因為始終這件玩具 是玩的人多 所以你需要留意買回來的時候 那個損耗得厲害嗎 例如我現在買這件回來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損耗 那即是說 那個上手玩家都很疼著玩 那他唯一會比較輕身一點點 那這個頭的部位 會比其他超合金魂鬆的 因為他這個頭 他需要藏在身體裡面 變成一隻神之拳 那所以 這裡會比較輕身 和比較鬆一點 那玩的時候 自己也要小心一點點 那另外 就是 留意一下這隻翼 這隻翼 好像翼一樣的東西 應該會合起來 變成一個拳頭的手臂 那麼長考位置 那所以 這件東西來說 可能短期內 可能回回到八百幾九百元左右 但長遠來說 可能過多一兩年 或者幾年之後 可能會有些升值 好像GX10的大鐵牛 那樣 即是無端端就會爆上來 那這個禮拜是這麽多 那下個禮拜再推薦其他東西